现在来到了马萨葡萄外岩岛 这个一个小山坡上啊 上面有一个灯塔 这边有些悬崖 比较小的悬崖 景色很棒啊 给大家看一看 我带我妈也来了 马萨葡萄外岸岛啊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景色 挺漂亮的 我们现在站在一个观景台上 这是四周的环境 现在来到了马萨葡萄岛上的一个 叫Gate Head Lighthouse 刚才这边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 这个塔是从悬崖边上搬过来的 2015年给移过来了 那边呢怕那个悬崖 那个石头滑坡 然后给搬下了 搬到这边来了 还是总壮观的 可以上去啊 我们现在准备上去了 门票是六美金 现在看一看介绍啊 这个塔是1855年建造的 我们进来了 1855年建造的塔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个锅炉吗 难道是 这个可能是锅炉 这个塔是专制的结构啊 专制的 从这个梯子上上去啊 我们看一看 现在到了第二层 这是第三层 这是第四层啊 上面是一个观景塔 也可以上去啊 这些可能是现代化的 最近装的一些 电呢 什么之类的 最开始造的时候 应该不是电的 应该是 那时候应该还没有电 好 这是 我们从这边看看这个风景啊 从塔上看风景也非常壮观啊 现在来到了最上一层了 最上一层 就是这个灯塔的灯啊 你看这个灯 大灯很灶的 这边比较热啊 这个灯好像有发热的作用 这个就是灯塔的灯啊 前面就是悬崖了啊 悬崖下面是海 最开始这个灯塔呢 造在这个位置啊 离这个海比较近 他们怕这个滑坡 滑到这个滑下去 然后这个灯塔呢 迁移到这边了 40米以外的地方 他们搞了一个小的硅道 小的这个铁轨 给移到那边去了 现在来到了海滩了 我妈在这晒太阳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海滩 马萨葡萄牙岛的一个海滩呢 前面还有红色的石头啊 我走到那边看一看 我在海边走啊 海边有很多这种小鸟啊 长得像麻雀一样 感觉比麻雀瘦椅啊 腿比较长一点 不知道他们在海边吃什么呢 他们在海边飞走了 看看这个海滩呢 这个红色的岩池 挺漂亮的 除了这个红色的岩池以外 这个石头啊 沙滩呢 和其他的海滩也没有太大区别 但是整个这个红色的岩池 走近看一看这个红色的啊 这个感觉不是石头 是一种硬土的感觉啊 这个下雨的话 这个红的岩着还会掉色啊 你看这边 这些海滩的地方都变红了 走到这边了 大家进出看一看这个岩石啊 感觉这个快要塌下来了 沿着海滩走 差不多走到海滩的最另外一边了 往前还可以走 但是石头很多 我没穿鞋 不大容易走啊 走到这边发现呢 这边一段海滩那是 裸体海滩 这边很多晒太阳的人都没穿衣服 走到海滩的另外一边了啊 看一看这边的海岸线 这些感觉都要塌下去了啊 这个石头你看都鬼 滚下来了 我决定接着再往前走一走啊 这边看起来 还是沙滩 也可以往前走啊 我看你前面都有什么 这边的海滩更偏僻了 没有人就我一个 总觉得这个一场大雨 这边就塌了 这边这个石头很红啊 前面石头上有些海鸟 在晒太阳 看一看这个清澈的海水 走到这边了 发现一块塌下来的 这是刚塌下来的 你看这个草还在 走到这边了 刚才转了个弯 前面这个就是最开始 我在观景台上看到那个风景啊 靠近灯塔的那个风景 挺壮观的 感谢观看